那是比較虛擬的東西 我們也要找一些實體的東西 比方說人有些人去登山的時候會在山裡消失 我們就希望有沒有辦法可以更快的更精確的找到那個人 下一組LOSA由我們的Gavin來利用Beacon 尋找在山中溼中的山友的一種技術 那我們掌聲歡迎Gavin 其實會得獎真的蠻意外的 感謝這次GINV秋季獎助金真的會得獎 真的蠻意外的 我們這個搜救專案其實重點是Beacon裝置跟無人機 但是我們解決的問題是找人跟登山搜救 那其實好像因為有參加這一次那個 獎助金很多人都會關心都告訴我們 他可以協助幫我們把Beacon放到山上去藏 其實我就很無言說 可能很多人都會很關心幫我們藏的這件事 但是可能我們的專案他可能沒有看得那麼完整 他就會我們這個專案真的不只有Beacon 我們是結合Beacon跟那個GPS軌跡 快速可以縮小範圍再利用無人機去追蹤 真的達到可以快速找人跟登山搜救的應用 所以說感謝大家關心 你如果願意可以支援我們做Beacon去藏以外 可以來參加我們這個專案 其實他重點就是利用常見的無人機 不一定要特殊訂製或者是專業的設備 可以這個三種由一般的多軸無人機到固定裏都可以 然後我們解決的就是一般 無人機大部分都是使用時間距離會有限制 因為我們懂一點這個無人機的東西 我們就把它時間 我們的目標是這個 我們目前現在可以克服的是這個部分 這個都可以達成的 再來就是很簡單的就是 可以成本蠻低的就是這種Beacon的裝置 大概台幣可能是50-150塊的成本的東西 它的優點我們是取它的優點 我們不是取它說只做室內定位 它的優點我們認為是續航力很強 它可以最長 它可以一顆電池 它可以到一年或兩年看你的續航力 但是我們希望是把這個續航力可以縮減 大概三個月或半年 做到的是把我們可以很快速的達成這件事情 就是利用APP 真的有意外的時候我們就用無人去搜救 我們目前的呢 這個是實測用軟體可以去做快速搜尋 只要經過訓練就可以真的完成這件事 我們目前有實測的 就是真的實測 因為至少這個我們把那個Beacon的裝置 我們去買一部部分市面上有的實測 就是只要增加它的那個 它的訊號的強度跟它的時間的間隔 它這個縮減了它其實可以達到這種效果 就是利用一般BeaconD耗電的原理來做到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利用我們換取 不需要到一兩年的時間 我們把它設定到三個月或半年 來換取這個距離的增加 可以實測的效果 至少我們是一百多公尺以上 就是可以利用無人去在高空 就是空中可以去快速搜尋 不需要人力大量搜尋的部分 就是我們目前實測的部分跟驗證 目前在這個階段 未來的時候 確定都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會提供給一些登山社團或消防單位 讓我們去試用 會利用這一次講述金的部分 我們會發一些那個Beacon裝置 給這些單位 讓我們可以接受使用這種裝置 可以達到科技的應用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FB的社團 如果有興趣 歡迎各位 可以踴躍的跳坑進來 這是我們聯絡的方式 可以上面去互動 如果你夠熱血 熱血工程師宣傳設計 如果你願意運動一下 可以加入我們 大概我們簡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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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